星宇宙 我们今天的准备的一个公案 就是大家常常听到说 酒肉汚藏过 佛在心中做 继工说的 对大家都会说这个继工说的 然后呢继工当时吃狗肉 然后人家问他为什么你做个和尚你还吃肉 他说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做 或者说佛祖心中做或佛祖当中做 这个自差一点点 反正就是意思大家都是一样的 可是然而你实际上你去踏上这个激功传 其实里面是没有这句话的 没有确定没有 对然后这个我们宁可这样说吧 如果我们没有切碎的证据 我们就不要说这是激功说的 那么或者传说中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典故 传说毕竟是传说 但是直接关于激功的一些案例 却没有这样记载 不过我倒愿意来说一说有关这句话 在这个名末清初的时候 所发生的一个案例跟这一个际语 是有关的 想请教讲师 我们激功是哪个朝代的人 宋朝的人 宋朝的人 林末清初的这一个等于是已经红后面了 红后面了嘛差很多了嘛 是是是 那这个是林末的时候 因为张宪宗喜丁嘛 是 那么他的副将叫李定国 他就去攻进了现在的这个重庆了 好 然后当时的一个和尚 他叫做破山和尚 因为张宪宗这个人很喜欢杀人 那么这个破山和尚怕他屠城嘛 是 所以等他攻陷了这个重庆的时候赶快去拜访他 意思是说请他不要屠城 这个破山和尚为什么叫破山 这也有他的一个爱国的典故啦 就是他觉得说这个明朝被攻破了 这个清朝要起来了 山和都破了嘛 国家都破了嘛 所以他就叫破山和尚 因为有爱国情怀嘛 既然国家都破了这个兵都攻进来了 攻进重庆城了 重庆城那时候就叫做渝城了 是 然后他就去见他 各位这个也是相当的勇气呀 为什么 因为这种情况下你去见一个兵法 这个杀人无数的人 那说不定你的头都提不回来啊 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攻陷重庆城的这个将军李定国 他就听说这个破山和尚 持戒非常惊严 所以呢他就故意出一个难题要围然他 好 他说破山和尚 你既然这么慈悲 那如果你肯在我面前吃肉 那我就不图成 叫和尚吃肉 对啊明明是给和尚出难题嘛 因为和尚持五戒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嘛 对 那么他就跟他说 在我面前吃肉 我就不图成 然后呢 这个破山和尚怎么办呢 他就说啊 酒肉穿藏过 活在心中坐 有什么困难嘛 他就拿了酒肉就开始吃了 吃了之后 这个李定国因为当时跟他约定了嘛 就一下子不敢图成了嘛 然后这个和尚就喝酒吃肉啊 可是这个事情就流传下来 以古代的这个圣贤来看这个事情 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或是以佛陀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会不会说这个破山和尚竟然破戒了 对不对 这当然是一个选项 是 我们可以骂他 你根本就不是活跌的人 当然你可以这样子说啊 但是有另外的人可能会说 这个破山和尚放弃自己的坚持 可是却救了千千万万的生灵啊 是 对不对 对 那他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大小先后怎么拍啊 我们一贯的说四里圆满 就是大小先后 自己的一条命去换十条命 就很划算了嘛 换百条千条万条是不是很划算 是 好 现在又不是用自己的一条命换呢 是用一个自己的戒 你原先非常注重的戒律 你破了这个小小的戒律 然后呢 也许有损伤什么损伤 比如说你吃了肉 你必定是杀了畜生一些鸡啊鸭啊 是不是这样 是 好 那牺牲的这一些 可是换了千万条的生命 值不值得 值得 就牺牲我的生命换 他们的生命都值得了 牺牲两只鸭子 换他们生命有什么不值得 是 以投资报酬率来算 非常划算 是 各位你今天去做一个生意 你出了两百万的资金 赚了两千万回来 人家会说你聪明还是笨蛋 你就说这很聪明嘛 对不对 高报酬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嘛 你聪不聪明 很聪明啊 如果你今天花了两千万 只赚两百万回来 你说你这个笨蛋 是不是这样 好 就以这个例子来说 大小先后怎么摆 人的生命这么大 一个人比一只鸭 人就大了 何况是千万的生命 去比那一口的肉而已 这个肉还不是为他杀的 是这个李定国他们本来就在吃的 是 夹一口来马上吃给你看 好 好 破戒于这一时 可是他走出了这个 从庆城他会不会再吃肉 不会再吃肉了嘛 对不对 是 好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全变 学学问呢 最重要就是一个 有体有用 所谓体就是不变的原则 而所谓的用就是全变 好 像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守戒当然很重要 对于一个和尚来说 还有什么比守戒更重要 当然当守戒 跟千万生灵的价值来比的时候 那守戒根本就微不足道 千万民的生命重要 当然是这样子 是 同样的这样的这个事情 在这个明朝 也还有一个和尚也是这样 那么他是为了要救那个逃到寺庙里的难民 三杰在追嘛 然后那个难民就塔到寺庙里面 然后他就在三杰的一面前也是一样吃酒肉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三杰说 只要你吃我手中的酒肉 我就放了这些人 因为他在后面追嘛 然后那个落难的人淘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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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和尚出来求情嘛 是 三杰就提着酒提着肉 来来来 你想要让他们活命 来来我这个酒肉你给我喝下去吃下去 我就给他们死 对不对 结果这个和尚呢 钻起了酒 说我以酒代茶 说完一饮而尽 然后拿起肉 说我以肉做菜 说请你们也吃我也吃 他就打块多一就吃下去 吃下去恋不改色 然后那个三杰为之一惊嘛 因为已经约定在先了嘛 所以就没有杀一个人就走了 这同样的道理 也是为了救生命 对 因为这两个案例 都传下了这一句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作的佳话 但是很可惜的是 现在这一句话 已经变了直了 所谓变了直就是说 大家现在想要吃肉的时候 我们不想要素食 他就会说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作 或者有的时候 甚至会去欠一个素食的人开婚 然后他不肯开婚 他就说哎呀 你的程度太差 古人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作 对不对 吃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心中有佛嘛 跟吃有什么关系 各位这个时候啊 破戒就是破戒 杀生就是杀生 不仅无任何功 还有过 而古人依大小先后呢 救了无数生灵 不仅无过 还有功 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举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只为了满足一己的口欲 甚至呢 还去鼓励已经持戒很久的人去开灾 那真是罪莫大焉 这个又让我想起一个小小的例子 有一次呢 有一个道场是素食的地方 那这个道场这个派别 因为常常跟别的宗教有所辩论 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 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场呢 在做这个法事 演讲啊 上课之类 然后中午到了一个时间呢 就要吃饭时间了 这个吃饭时间到的时候呢 很多很多人都坐着要等着开饭嘛 结果呢 大家菜天天天天好了 我们去添饭 去添饭的时候 这个大的饭锅一打开 里面竟然有一块好大的肉啊 有瘦肉有肥肉这样 一条一条的那种 五花肉 五花肉 好大一条啦 然后打开那个人就惊叫 啊 怎么有肉啊 那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全场的人都听到啊 这个事情蔓延下去 就是对这个道场什么看法嘛 这可能是有心人 可能要去捣蛋一下 然后呢 就有一个大师兄 马上走过来一看啊 就对着那个电锅看啊 可以对着大众嘛 然后迅雷不及掩耳 手一伸就把肉拿起来 往自己嘴巴一塞啊 呱呱呱吞下去啦 那个人本身呢 他也是慈戒的人 就这样一直要说没有啊 哪有啊 把油擦一擦 为什么这么做呢 然后旁边那个人 刚刚不是油嘛 你怎么把它吃下去 没有啊 哪有 谁有把它吃下去 好 然后就围一堆人过来看啊 没有嘛 哪有啊 这边没有一句 那边没有一句 就真的没有了嘛 是 没有了大家 有心平气额 就开始吃饭了 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关了 那为什么这个大师修 他会怎么做 全便吗 对 就是全便啊 原因在哪里 就在于这个道场本来就是不吃肉的嘛 谁来捣蛋把这个肉进来 在这个时候放上去 他也不晓得嘛 但是问题是这个肉 现在如果给这些道场啊 这些十方善性知道的话 人家会怎么说 说啊 原来你告诉我们要直接 你们私下是吃肉的 你们可能是忘了拿起来啊 对不对 是 哎呀 被我们发现了这个秘密啊 好 那这个道场 你是不是起了内乱 对 起了这个内乱呢 那后果就很难收拾 我所谓很难收拾就是说 很多的正知正见就要断送掉了 不是说上师多少信徒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大师兄 他牺牲了一几啦 当然各位你要知道啊 吃素的人真的吃到肉的时候 是非常不舒服 是 好 那个油腻的感觉 对他来讲 他吐一天了 我跟你讲 是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啦 那他这个时候为了维护道场的和谐啊 维护这些正知正见 好不容易才有人接引 不要因此而断送 是 所以就狼吞虎咽就把他吞下去了 把证据灭掉了 你知道吗 当然不可能把他抓去剖腹来检查嘛 是不是 这个事情一个道场的管来要先起的 狂风巨浪了 就此平息下来 由于他的自我的牺牲啊 那么盗救了更多的人啊 那当然在我来看 我不愿意说他是开灾 而说是牺牲了自己而成全了很多人 所以一个君子在看事情 不会去说破山河上开灾 也不会说在那个山贼面前吃肉喝酒的人说开灾 也不会去说刚刚那个大师兄啊 是开灾爱吃肉 绝对不会这样做 这是君子的气量 那小人气量不一样 就说哎呀 久了穿长过 佛祖心中流 来吧 我们干杯 这是小人 对 这是小人作为了 对 蒋师您知道 你透过我们一开始的那个电热水器 还有这个公案 其实蒋师您教的就是大小先后 的排序而已 对 非常感谢蒋师 今天的空中讲授